昨天我那个不能露脸的朋友 我们俩一块讨论的 他说了一句话特别典型了 大概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已经身在美国的 无论是你刚去的 还是说已经在那待了一段时间 他们基本上大部分人是不希望 那个拜登拜登下台的 他们希望那个特朗普上 为什么要这么讲 我现在回想一下 我在美国认识的这几个人 因为五六年前有一帮哥们 他们是很想去美国 为了去美国是刷本 就是总结做大卖的工业 去了美国的有那么几个人 到现在就是关系这二八戒很好的 一个没有 也只能说是说上话的 但是以前没出国之前 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好 一开始想就是怎么样办签证 怎么样以尽快的方式到达美国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口14亿人 13亿人 如果说去了中国人特别多了 对他们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说你看他们就在想 现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已经足够多了 如果去的人再那么多 因为中国人当上的之后 能干的工作就那么几种 你去了之后 肯定要是给他们增加一个竞争力 他们不希望你去 好像说我之前的一个朋友聊得很好 那真的是铁哥们了 你现在国内做高点专门学的高点 想办法到达了美国 现在不发朋友圈 你不找他联系 他基本上不跟你说话 以前我没说 我们还经常联系 我没有办着责怪你的意思 兄弟 我是做自媒体的 然后我只是今天没事了 来叨叨这个事 我有一天想想 我叨叨了美国 我是不是也是这种想法 经过这几年的思考 给我那哥们一聊天 我发现大部分都是这样 除为什么呢 你和他有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关系 他那边又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企业 需要人手 我用谁都是用 我给哪个人发一个邀请函 你比方说他有每个一个饭店 比方这样的饭店 他有一个邀请函的名额 因为他要交税 他发给谁都是发 干嘛不发给自己家亲戚呢 这是另外一种 其次是刚开始到了的人 他可能他没有离开咱们国人的思维 他没有意识到 这边美国挣的钱特别多 我可以告诉我最好的朋友 可能会告诉你 旗子在那待着时间长的人 他们最好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双派